欢迎收看五夜广场哲学有计谈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德立 今晚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晚的主题就是 为什么哲学有计谈 为什么要设定一个这样的题目呢 就是我们想起 这个节目也开播了一段时间 我们有谈过很多不同的主题 比如一些比较宽阔普遍的主题 例如命运、爱情这些 又另外有一些比较专门一些的 例如是思考有方法 又或者是动物拳益 这样的题目 但一个问题 是非常根本的问题 我们是从来没有解决过 或者是回答过的 就是究竟节目是什么呢 今晚我们就打算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不过讨论之前 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阵容 我们今天的阵容 就是有历来我们出现过的各位主持 包括首先介绍一下Samson的法联 这次要介绍得比较细 就是郭柏连他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的 就是伦理学 以及分析哲学 然后还有就是朱文 朱文研究就是中国哲学方面的东西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有康庭 康庭跟我一起主持过 就是美学和艺术哲学方面的话题 也是研究欧陆哲学的 还有就是阿全 阿全就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和欧陆哲学的 只是听今晚的阵容 都感觉到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大家在哲学上面处理 研究的东西都有些不同的 那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看 究竟哲学是什么这一样东西 开始 首先讨论哲学是什么之前 我有一样东西就想 不知问一下大家的观感是怎样的 就是譬如我们平时常常见到 在一些书店那里 不是见到一些哲学书摆在那里 那摆在那里的时候 在香港特别明显的 我觉得就是 它不只是一个专柜讲哲学的 它很多时候摆在一些什么 名理啊 又或者是 风水啊 风水啊 还有些什么 原学啊 原学 那个书架呢 下面会有一些星座书的 是 对 还有些人生指引那些 或者是心灵鸡汤 那些 你觉得哲学和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被人有这样的印象 放在一起呢 其实我 我觉得 因为 我想重点在风水原学那些 因为譬如 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们不会 首先我的立场是他们不同 但是他们不会是有很多原因的 原因是什么 例如 例如 这个其中 例如中国哲学里面 有魏晋玄学那样 那个玄学就令人 就是有一个原字 对 就好像在一起 还有我觉得 或者再深入一点 除了杨天明 李天明的原因 做些例如 因为哲学有一些范畴 是真的有点像风水 像 例如 例如 就是他们研究一些 好像现象背后宇宙 运行的规则 或者背后那个真貌 那个实相 就令到一些人觉得 风水好像都是研究一些东西 如何运行 一些普遍的法质 就令到他们觉得很相似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 令他们误会的原因 就是形象学和风水的相似 还有你平时听过一些什么 别人跟你说 譬如很多时候我们读哲学都会问 哲学读什么的 带出来做什么的 这些话题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 是自己遇过 要跟别人解釋哲学是什么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 就是 那些人一听到你读哲学 然后说你读哲学很厉害 你读哲学 你肯定 他读什么 他读过 但很有趣的就是 他不知道读哲学是什么 但他知道读哲学很厉害 通常他其实有些理解的对哲学 就是例如说 对啊对啊 传你过来 现在有个人失戀了 你给他一些意见 或者去上班那里很不行 你给一些意见 人生指引 好像是人生教练 他觉得读哲学的人是一个人生教练 我觉得也理解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因为我们哲学经常说一些人生道理 例如朱文经常说那些忘记是一种幸福 我经常都想 就是说这些 所以大家会有个想法就是 哲学就是似乎说一些人生道理给别人听 所以读哲学的人就是人生教练 我觉得如果你说印象 其实是很两极的 哲学是一个很奇怪的学科 比如你说我读物理 那些人就不会有这么两极的印象 比如你说读哲学的话 那些人有一群人就会觉得 你很厉害,你读一些很深奥的东西 另外同样地有一群人就会觉得 你读了一些不等小学 找不到工作 吹睡科 吹睡科 所以我觉得哲学很零零碎碎碎 有一种很两极 就是给别人很两极的印象 大家觉得你觉得理由是这样 那会不会是哲学本身的特质 是令到别人会觉得是这样 或者哲学这种活动 譬如为什么会觉得吹睡科 有时候你觉得哲学 经常要做一件事就是 跟别人施便 要聊天 所谓哲学有论谈 要找别人来聊天 你这样也少到夹吗 我不是夹来的,很认真 总之就是要 起码要找些论谈 那会不会 譬如其中一个特质 我要讲 可能哲学其中一个特质 就是聊天 要沟通 所以会给别人一个印象 就是吹睡 或者有没有其他特质 你觉得可以界定 譬如哲学是一种什么 或者活动是什么 我觉得你现在开始 是否想正面一点 讲什么是哲学 都可以,直接 即是谈谈的话 我会说不是普通的谈谈 而是一种 譬如我们一般的定义 会说是要讲理由 即是我们平时的谈谈 未必需要讲理由 但哲学有计谈的谈谈 是讲道理的谈谈 我看到刚才康廷有话说 我先给你讲 我忘记了我想讲什么 忘记了是幸福 但我也想回到Samson的谈谈 就是和吹睡真的不同 我先讲和什么 就是我真的什么都可以讲 即是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集 主题是很不同的 法治又讲的 那头讲法治 那头讲爱情 所以有些像吹睡 整天踩在各界 甚至像吹睡 什么都可以讲 所以这个位置 吹睡就是什么都可以讲 是可以有些似的 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分别 就是Samson那个 就是吹睡是不用负责的 你讲话 你讲完我这样觉得 就是这样 即是个人意见之目 就是个人意见的表达 但哲学不是这样 哲学是要讲理由 你说完一句话 是要问为什么 只要问几次为什么 一度步步进逼 但你吹睡是不会这么辛苦的 你只是客气而已 你为开心而已 但哲学不是这样 那不是吹睡 那就是态度问题而已 即是认真的 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即只是 不是态度问题 而是过程的本质 的问题就是 吹睡是不吸引太多理由 但是你哲学讨论的时候 你总是要提供理由的 所以这个不仅仅是态度 或者这么说 那只是提供理由 那很多学科都会提供理由的 我觉得整个活动不同 即是你吹睡 你什么都可以谈的 即是今天想和别人谈谈爱情 今天谈谈爱情 但是当我们哲学有计谈那时候 去吹那些水 就是想反省那个对象 例如我们平时谈爱情 不断谈谈 但我们哲学就是想反省 爱情是什么来的 爱情到底有什么本质 所以会牵涉到一些反省的活动 所以就要给理由 就是比如 我说爱情是什么 爱情其实只是一种幻象 那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就要给理由解释 为什么 就和你平时 我们如果只是说自己的经验 就不同 例如专闻失恋多 失恋多点 失恋的那种经验 这种是个人分析 其实我觉得 你说我失恋太多 那我就很难认同 但是你说 一些反省的东西的本质 我就相对认同 其实这个说法 我觉得 都是我觉得其中最合理的哲学观念 就是什么是哲学的一个定义 我觉得和谋中三的说法是很相似的 是 谋中三是一个当代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家 在中国哲学的特质里面怎么说呢 他就说 什么是哲学 有两个重点 第一点就是凡事人性所及 活动所及 所以我觉得 一开始说 我们谈过很多活动 这些都是人性所及的活动 所以哲学不是用一个 subject matter 去定义 因为他可以用一个 subject matter 都可以用一个哲学的反省 因为所有 subject matter 都是一个人性活动所及 所以爱情也是 法律也是 动物也是 思考也是 但如果不是涉及人性那些 如果这么说 譬如宇宙本身是怎样的 其实我们 或者数学 也有这些领域 或者是一些宇宙观 比如数学有数学智学 包括有科学智学 但是他要研究 他就不像人性所及的 但这些是不是人性活动所及 就是你可以及于那些数学智 所以是无所不包的 你可以说 这个也没问题 就是智学制无所不包 没问题 但是人性所及会变得多余 这个字就会 可能这个就有点多余 但是我猜他的意思就是 你及到所有人类活动 牵涉到的东西 都可以反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强谈一点 就是他说是要用理智和观念去反省 因为我猜做一个区分 一个对比会容易理解 因为譬如艺术家 都是牵涉到人性活动所及 接着用一些他的方式去把握他的 就是画像 他用他的美感 用他的诗 用他的画去把握他 但是智学家跟他们不同 就是他用理智 用概念去把握他 所以为什么智学 有人会好像刚才说什么圓学 很圓 就是因为他很抽象 抽象是什么 因为他经常都用概念 他不是用一些实际的艺术品把握 那些东西 是用抽象的概念去把握他 所以我想 哲学对我来说 我相对同意 谋中三这个说法 我不知道其他人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 你说用概念去把握 具体的说法 例如我们会建立一个理论 例如我反省爱情是什么 就说爱情是什么 那爱情是什么 我就说爱情是ABC 然后就会给一些理由 好像我之前所说 拘捕很多不同种爱情 这些都是概念 但是你说如果用概念把握 其实很多活动都 很多学术活动都是用概念去把握 社会学也是 那难道他用什么 用社会把握 而且更难区分的就是 就是数学它也是抽象的 但是又是纯概念互动 那数学的思考和哲学又有没有分别呢 那其实这个康德是有一个答案的 就是一个德国藏家 就是他就觉得 哲学和数学都是一个 纯粹用思考去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过有一点很不同的就是 哲学就是要在经验作为起点 就是他反省不是完全是自己构作的 但是数学就是可以自己幻想一个对象 就是用思维创造一个对象 然后去思考那些 譬如计学学某些数字的东西 其实康德这里反映了他的立场 他认为智学到最后 都是要跟我们具体的生活世界那里开始 然后再反省这个生活世界 那数学智学 数学智学也是 数学智学也是 数学智学如何用经验来做学开始 就是用回数学这个学科 有一种做数学活动的经验 这个学科不是经验的学科 但是这个学科不是一个 这个学科也不是经验的学物 那我就不是用经验来做起始 好的 那这里可能就牵涉到 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一点谈的问题 究竟数学智学是否值得 独立成为一个智学呢 还是它其实是属于在数学里面呢 那等一下可以继续讲 就是数学智学不是智学 好像很平常觉得可以探讨的 这一件事 对 但是好像是反对 因为有时的界線很模糊 譬如你理论物理学 去到很纯粹的时候 究竟是属于物理学 还是属于科学智学 这些位置其实很含糊 那我怀疑 我不懂数学智学 但是我怀疑可能会有一些 含糊的界線在这个位置 我听两边说 我们现在好像有几个界定的方式 一个就是譬如 诸文有一个界定方式 就是说他认为哲学有一个特色 就是要反省的 而且是用概念去把握的 这种方法去做反省的 接着我们又试过 说过好像有第二些界定的方式 就是譬如将内容区分出来 做一个本质式的界定 我想下一节回来 我们再进一步去讨论 哲学本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 回来第二节的哲学有计论 刚才第一节 我们已经谈过一些不同的定义 譬如诸文有一个 用谋中山的定义 然后康廷就用康德的定义 去谈谈哲学 最后Samson就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用康廷的定义 去定义哲学的话 可能数学哲学就不是哲学 那会很奇怪 你觉得怎样看呢 我觉得其实 因为我觉得数学哲学一定是哲学 甚至不是数学 很简单就是 我觉得做数学哲学的时候 他用的方法和做数学的时候很不同 数学是计数 或者用一些运算做 proof 但如果你要讨论数字是什么 就要用另一种方式 所以在这个程度 数学哲学就不再是数学 其实我想为谋中山的定义 Defend一下 很简单 因为刚才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何无端端走过去 康廷的康德 就是因为他要引入经验 因为谋中山的定义就是说反省 就没有了部分 那只是说反省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似乎其他学科都会反省 那就定义不到哲学 哲学就和其他学科没有分别 我觉得那些反省是有少许分别的 我不是说其他学科没有反省 当然一个科学家都会反省 为何水雨热的时候会滚 他会反省 但是他的反省是有底线的 对,这种哲学的反省 但哲学的反省是没有底线的 有底线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会没有任何认识 他会反省到水是什么 雨就是什么 科是什么 知识是什么 他会一直到最终极的问题 但是科学家是不会反省到那些地步 而之后我会说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 就是哲学家是会问哲学是什么 好像我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我们不是哲学家 但是一个科学家 他是不会问科学是什么 就算他会问 他会问也好 他就已经在做科学哲学 他不再是用科学的方法 去探索科学是什么 就像历史一样 历史 历史是这样说 他会不会搞了一集 历史是什么 我们做了 但是他们不会 可能听完之后 他们好像有做 但就算会做 就算他会做 就算他会做也好 进入了历史智学的范畴里面 他不再是譬如探讨文献 整理史料 做这些工作 他们平时历史学做开的 但他做这些工作 是回答不了历史是什么 所以他进入了这些 就已经变了历史智学 你的意思是 其实我们做的工作 是后撤一步 可以这么说 什么叫后撤 通常历史做的工作 就是向前的 清理历史 清理史料 但我们后撤一步 就是首先分成了历史是什么 而我想补出一个 因为你说要首先 因为我想好像高举智学到 好像众学科之母 我不太喜欢这个说法 不是 专门的说法 不单止是后撤 还要是不停地后撤 不停地后撤 因为如果你说后撤的话 其他学科都会后撤的 也会问一些理由 问一些正常的 但是他说 我们不会不停地问 他的意思 就是其他学科 不会不停地问 但自学不停地问 不停地问 这个意思是哪里 因为刚才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其他科目 他们都会不停地去追问一些问题 譬如 譬如秦始皇 是否几年出生 他真的这样 这个不停 和刚才你说的不停 我觉得有点不同 是 我其实贊成 朱明那个说法 你的说法就是 其他学科 问到某个位置就会停 就不会继续问 如果他再问的话 他就进入自学了 其实这个说法就是 智学在做什么 智学其实就是在检查 一些我们日常生活 要自然地运作到 要做到很多东西 甚至乎我们科学家 要做到某些实验 他们是有些实验的 例如科学家 他们要假定了这个世界是有因果律的 存在 又或者假定了归立法是有效的 这样 有很多这些认识 又或者法律要假定人有自由 这样 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么 他们 譬如科学家 就不会问究竟归立法的合法性在哪里 这个认识是由智学家去问的 是一个属于智学的问题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智学是做些什么 就是他去问一些 我们日常生活 take it for granted的一些想法 信念或者想法 然后去检查他 究竟 这些想法合法还是不合法 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他 这样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上面那些工作 譬如科学家做的工作 其实是由下面那些东西去检查他的 如果下面那些东西是不同了的话 譬如有不同的智学立场的话 上面那些东西都应该会不同的 这样 那我就觉得他是在做一些基础的东西 那你们可能会不会不同 就回回我刚才的问题 就好像觉得哲学是所有学科的根本 然后没有哲学 即基础就没有了 就是好像有这个意味 会有这个意味的 我其实是 但是实际上 但是我不会叫这个做基础 我会叫它做一个后来的反省 我会觉得我有点不同 我不会觉得是万科之母 但我会觉得哲学的反省 其实可以影响那些学科 就是可以帮到他的 例如就是 例如你反省了历史是否客观 或者不是客观 历史根本超越客观主观 其实我觉得会影响了历史研究 怎样做的 我觉得来这些反省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 譬如霍金也经常说 他觉得哲学是没用的 因为科学已经解释了所有问题 他会说 哲学家讨论的结果是怎样都好 都不会影响他对这个宇宙的探索 或者这样的理解 或者他们的解释能力 已经足够于解释所有的东西 那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他讲得对的呢 我其实是贊成他的 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可能立场和你们有一些不同 我提出的定义是正常的 就是说我觉得之后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是要反省我们一些日常生活 在发生的事情 背后的理由 这样 然后呢 如果你是在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反省了一个结论 应该是可以 好像有传说 就是会影响到上面做的那些事情 譬如最后反省完 原来历史只是主观的 那可能做历史的方法 就会不同了 都不一定的 又或者我们反省 譬如有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Personal Identity 就是譬如十年前的我 和今天的我 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我们继续一个不同的立场的话 可能我们的法例又要改写了 就是我十年前杀了人 我今年需要被人拘捕呢 我觉得是会影响到上面那一阵 如果照你这样看 我有个两个想法 有两个可能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样说 就是康廷刚刚有的想法 就好像说 其实我们未必需要哲学这个科目 或者这个学系的 我们需要其他学系 有一个哲学的成分就够了 可能是历史学 他们就学历史哲学一个部分 跟着可能是艺术 加增设一个这样的部分 那可以说哲学 骁容在其他东西里面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反正来说 不是 我们也继续需要有哲学 作为一个部门 然后专门为他们提供一些 基础或者是后切的反省 你觉得 我觉得不会骁容在里面的 因为其实哲学本身有一些比较 主要的研究 例如形相学 知识论 论理学 但其实这些学科 虽然是哲学自己的主要 但其实它有时都会影响到其他的研究 例如你刚刚说的 Personal Identity 就是一个 十年之后 之前和之后的我 是不是同一个人 其实这是Metaphysics的一个问题 但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个资源 用到法律上的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保持 哲学自己的独特性 但是 你也可以将这些独特性 大过去研究其他的科目 也可以 其他的学科 我反而觉得没所谓 现在这个问题 只不过是 哲学究竟是应该独立一个学科 还是分开 我觉得没所谓 我觉得有些再 对不起 你再说一下 我想 智学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就算我思考艺术也好 思考科学也好 它有一些共同的思考方法 例如 可能要懂一些逻辑 这些这样的东西 或者要懂得分一些类型 譬如有些叫Ontology 有些存在论 有其他东西 这些就是集中在一起学 但是 如果你要思考某一个领域背后的基础 我觉得你怎么都要懂得那个领域的某些知识 实际上也是 实际上也是 例如现在教心灵智学的人 是没有可能不懂老神经科学 或者是认知科学 譬如你搞历史智学 你未看过历史书 你怎么搞呢 你不够美学 但是你从来不去看艺术 不做美学 没可能 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 我觉得是一个关于内容的问题 以及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因为刚才康庭的其中一个提供的东西 就好像智学是提供更多一个方法论 或是一种 珠民的说法 可能是一种反映的技巧 一种特别的反映技巧 特别的反映技巧 然后就可以用在不同的课题上 但是阿全刚刚的说法里面 就是说不是的 智学里面有一些内部的主题 是很难放在其他的学科里面 而变成一种技巧 那事实上也是有的 我又觉得 也同意的 即是去到最初就是 你放哪个学科 因为他就反映什么知识 又或者你问 什么是存在本身 那这些又放不在任何的 这些过程里面就是 有些很确定答案已经成立 已经自成了一个系统 那些 就分开了成为一个新的学科 例如 psychologist 或者是社会学 那些仍然未分类到的 但是仍然有价值的问题 或者有些人仍然想问的问题 就继续留在哲学的理由 就继续留在哲学里面 那这个政策的愚 所以有些人这样说 所以就是种科目之母 我觉得其实可以反过来 第一 哲学就是那些 人家不要人家不搞那些 就留在哲学里面 不是啊 反而真的是种科目之母 是因为我原本在搞的 然后发觉有些东西可以分出来搞 独立地搞才生出来 就不是主要 我觉得生出来总是一种 我比较强一点 你比较差一点的意味 不是 这个纯粹是历史上才行 我觉得是纯粹的 就是时间上才 这个是历史事实 就是时间上才 然后在那里分子出来 对 没有什么重要的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一个重要性 就是我们好像在正确认 哲学还有什么价值 或者哲学应该 如果我独立成科 那我也可以跟别人说 为什么我还值得独立成科 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 UGC问我 你们要批钱给你们 那我们说不出一个 自己所独立的理由 那好像会变成 我觉得关键不是那些问题是答案 而是那些 你问那些问题本身有价值 我会这样想的 如果你说那些问题是答案的话 可能科学给到你的答案 是更加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但是你问一些问题 你是在扩阔你的可能性 或者是弱纏 比如我问什么是自由意志 我就会反省 到底什么是我应该负责 什么是我不应该负责 当你问那些哲学问题的时候 你是发现原来以前的一些观点 可能只是那个问题的其中一种观点 然后你问的时候 你发现更多可能的角度 更多可能的答案的时候 你的所谓的你的眼界 或者你的理解 就扩阔了这个本身 有一个致足的价值 好的 这个问题好像我记得 你之前跟我说过 一个关于Isla Berlín的一个看法 就是譬如 哲学的问题 和其他问题的一个差别所在 而这个差别是 其实可以带到你刚才说的原因 是的 因为Berlín的说法 是问题又可以沽车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closed question 即是一些闭合的问题 一种是open question 如何分辨呢 就是那些closed question 就是一些 虽然你未必知道答案 但是你原则上知道 什么是那个问题的答案 例如一些科学的问题 或者一些数学的问题 就算我不知道 冥王星有没有兔子 但我原则上知道 如何为之 答了冥王星有没有兔子 这个问题 例如我们在冥王星 找到这种兔子 但这些open question 即是一些哲学的问题 就是你原则上 都不是很肯定 到底那个答案 是否真的答应那个问题 譬如我问这个世界 为什么是存在 而不是不存在 那么 很多学家都给了不同的答案 但是总是不满意 总是觉得好像 都未能答到 所以我估计 这是两个的区分 我想Samson刚刚这个说法 很清楚地说了一个 另一个新的说法 就是哲学问题的特色是什么 而哲学问题的特色是什么 关乎我们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 究竟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我想除了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下一节我们想谈的就是 哲学还有什么价值 可以提供一些什么 我是下一节快剧 回来第三节的哲学有计谈 头两节我们见到 不同的主持都表达了 他们怎样看哲学 觉得哲学应该是怎样 我打算今节就回来讨论一下 如果是你这样看哲学之后 哲学可以对你来说 是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 或者不一定是自己的 但是你觉得普遍哲学是可以如何 我想引用一个 德国哲学家凯德格的一句说话 去作为这个引字 那他怎样说呢 他就说 他说哲学作为一些 和生命割裂的一些理性的构作的话 乃是缺乏力量的 那就是用普通一点的语言来说 他觉得哲学应该似乎是 一定要和生命有关 如果没有关 他可能还是哲学 不过他是无力的 你觉得这样去看哲学 或者哲学的任务 或者价值是否应该 我是赞成这句说话的 但是这句说话要解释清楚 我想他的说法就是 如果有一些哲学问题 或者哲学的讨论 他到最后 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 那就是无力 无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不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本身 例如像刚才Samson说的那种 例如开阔我们的Horizon 那是可以的 例如你说科学哲学 他开阔了我们一些想法 原来是这样的又不是这样的 但是到最后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有没有一个影响呢 如果他没有的话 就无力 无力的意思就是 不会推动我去做什么特别的行动 改变 我个人就会觉得 在这个情况下 他的价值是比较低的 推动不了生命的改变 我不否认他有自足价值 但自足价值其实很便宜 你想想 我吃饭也有自足价值 我舒服也有自足价值 他只是其中一样 云云之中 这么多价值里面的一种 我打歌与呼求有自足价值 他云云之中 有自足价值的其中一样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位置 很多时候 我们读哲学的人 都有一个类似的经验 就是我们在哲学系里面 特别的 会见到很不同的立场观点 有些人就会觉得 譬如哲学不一定要跟生命有关 因为哲学有很多 好似这么说 你就说只是自足价值 但其他人说 不是有自足价值 已经很够了 另一个角度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有些人我们会叫他们做 例如生命佬 梁文道 梁文道 我记得就是梁文道 邓小华的一篇访问 梁文道的文章里面 提供一个说法 就是他说 他年轻的时候 读哲学的时候 就很怕生命佬 就是一说哲学 就一定要跟生命有关 我们这里有没有生命佬 不是没有 他 我不是 我不是 作为一个生命佬 你有没有对哲学可以 我想反而问Samson Samson 你就说 反击 可以 你可以说 叫阵 这些是古代的 你说哲学有自足价值 就已经足够 刚刚康婷也提过 其实很多活动都有 你想想 IQ提到有自足价值 那哲学活动和这些活动有什么分别 我一次回应你和韩帝 好 首先第一就是其他东西有自足价值 不影响 哲学有自足价值 可以一起有 你有女朋友 你有女朋友不影响 珠敏也有女朋友 少少影响 大家喜欢同一个人说 都特别 你都不可以多共同一个女朋友 其二 如果胡言康提到康宁的 刚才的说法就是 你说这样影响不到生命 改变不到生命 我首先就问 为什么一定要影响到生命 才叫有价值 此几天 其二就是 如果用回你刚才上次的说法 你说有些哲学问题 好像是研究一些高一个层次 或者是另一个层次的东西 但可以回头回来影响生命 对 你说研究personal identity 好像表面没有影响 但实际上可以影响一些法律的制度 遗产的继承 或者有没有杀人 我仍然可以说 就算我研究 即是哲学 研究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 甚至乎研究数学之后 都可以回头回来影响 所以在这个意义之下 总可以有一些 我看不到有什么之外 是完全影响生命的 但我觉得我想助拳 我刺多一刀 你刺多一刀 我刺多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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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多一刀 刺多一刀 我刺多一刀 因为你不刺多生命的东西 当然不影响生命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要刺多一刀 现在就是 什么叫不影响生命的哲学 这个区分才有意思 其实我想大家都会赞成的 就是譬如 在一个学术家里面 你去为了出版 而写一些论文 这个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完全是学术机构 不是 另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paradigm 就是大家都赞成的一个paradigm 这些就是无力的哲学 OK 其他也是 其实 譬如搞一些 譬如你说霍金 或者我们前段都见到一些科学家公开 说科学哲学 没有意思 我赞成是有自足价值的 在追求真理那方面 你可能很有自性的满足 在这里 这个没有问题 但我想问一句就是 如果没有科学哲学 我们的自然科学会不会慢了 即是进展慢了 或者是没有现在的进步呢 你们觉得会不会呢 应该是不会的 你觉得不会 我很有怀疑 如果你这么确定 说不会 我很有怀疑 那我又真的不可以确定 但 那行了 结束完 但我觉得 康廷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 就算没有科学哲学 不如回头 去问你 你有没有一个例子 一个科学哲学家提出的理论 是革命的 改变了整个科学界对世界的看法 Kun 这个可能是有的 Kun 但之前呢 这个就有力 如果是这样 这个就有力 但是我现在 要令到Heidegger那句 不是废话的话 我只要举出这些 无力的案例就可以了 好的 但我先说 其实有一堆的学术研究 到最后 是影响不到 那个 比如科学的领域 那个发展 这些其实是无力的 而且 我们是花很多人力物力 去做这些东西的 这样 这些呢 我没有否定它有智性的价值 不过它的价值不是低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 我同意 如果在他讲这个 是的 我想 因为我觉得这里混合了两个区分 我觉得第一个区分是刚才那个 那些哲学是处理生命问题 还是处理一些抽象一点 理论一点的问题 例如一个伦理学就可能生命一点 形象就比较抽象一点 这个是第一个区分 但是第二个区分是留在学院里面 以及走出去 这个是两样东西来的 因为 你搞生命那些 搞伦理学那些 都可以只是留在学院的 所以这个是两个区分 所以如果你搞伦理学 所以如果你搞伦理学 都只是惯着出品写一些 没有影响的东西 那不就是没有影响的东西 那不就是没有影响的 不啊 我觉得 我和你不同 我和你不同 我和学院无关 我先说 他只是一个例子 你可以不在学院的 你自己有空思考科学哲学 思考得很厉害 那他自己有自足的价值 但是他是无力的哲学 这一种是 那Samson是贊成的 这个是 就是这样的 我也贊成无力 但是那为什么 这个关键呢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关键 有一个关键就是 其实你如何理解生命这个概念 因为 朱文刚才的区分里面 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生命作为一个研究的课台 本身 就应该哲学好像似乎 应该回到这些 其他不是关于生命的直接的课题 都是一些可能是无力 或者是玩游戏 但是呢 另一种说法就是 不是 所有的不同课题都好 都要回到 跟生命之间 扔上关系 那这种关系 才是叫做 有力哲学的标条件 但是Samson 刚才有一个 很开头 我觉得他就说 如果你这样说 就什么都跟生命都有关的 会变成 那问题就是 在这里 我们怎样判断生命这个 你怎样了解生命这个意义 我刚才就画了一条界 就是有一些 跟生命无关的 我刚才提出了 所以这些 跟生命无关的 譬如 只是思考完 然后就影响不了 学科 也影响不了 人类的生活 当然影响到 在这个意思就是 他多了一些知识 他多了一些知识 是的 他各人出了一些论文 以及他自己 生命的意义可以闊断 你真的跟生命有关 和影响生命具体的活动 是两种东西 有些东西都跟生命有关 有些东西跟生命有关 有些东西跟生命都有关 但是不影响你的 具体行为 可以这样的 讲义来讲就是 没有东西跟生命无关 所以 这个就是我质疑 所以我其实讲清楚的话 就是会影响到 我们生命的活动 如果它没有影响到生命的活动 这些就是叫做武力 那不如我试试 有没有人用一个反对的角度去看 我们不一定要跟生命有关去 有没有一些就是 康廷刚才说的 只是自足 你觉得就算跟生命有关 一样很有价值 你怎样正确定知识的 因为他不是说没有价值 是的 但我这样有点矛 他太宽阔 他将生命抗展到太宽阔 喂 为什么矛 我不是说他不是知识 他是有价值 大家都做自学 有一些是比较有价值 有一些是比较有价值 有一些比较没有价值 为什么是矛 因为我做过类比 譬如科学有很多研究 有些是研究 亚马逊森林只剩一万只的那些虫 有些是研究过人的肺部 例如是这样 当然你的说法就好像两个都有自足价值 但是研究肺部那个影响得多些人 那就多些价值 我觉得现在好像是比较 哲学内部不同部门的高低 我觉得很奇怪 我会说两个都有价值 然后肺部那个影响得多些 但是我不会这样秤他们哪个重一点 就是研究肺部那个是 你觉得秤他哪个重一点有什么问题 其实就算是 你说做科学也好 我们要颁一些 譬如物理学长 我们都是颁一些价值高一点的研究 譬如你说知识 浅水湾有多少粒沙 你去数 你数到都是知识来的 是不是 跟我发现了医治癌症的药物 都是知识来的 那我们可以分辨一个价值 其实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 那我退一退 或者我觉得这个不是唯一的标准 就是影不影响心灵 我会觉得有些内在的价值更加重要 就是那个学科内在的价值 例如哲学内部有些条件 一个好的理论 它是coherent 它是insiphone 我觉得这些可能影响人也是 在一个设计里面 一男子因素的其中 但是现在说到影不影响心灵 就是用来评判哲学内部 学科的唯一标准就是有些不同 我没有说它唯一 我待会给你说 你刚才说 我全部都可以赞成的 就是理论有多优秀 这些有多美 然后可以一样包含所有的问题 这些我全部都可以赞成 是可以用来欣赏的 对 这些我全部都可以赞成 但是从我说的是没有冲突的 还有我觉得就是 康廷既可以去说 例如影响到生命的理论 既有自足的价值 例如科学之外 大家都有自足的价值 但是它再多了一种价值 就是例如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 很多活动 如果这样称的时候 大家都有自足的价值 但是它再多一点 为什么不是这个会比较好呢 如果这样的话 我最后就称了 我承认是多了一点 但是还有其他 他没有否认过 但是 那可不可以 还有一种解决的方法 就是 我不关心生命的事 我觉得就这样研究 譬如科学哲学 或者我们实际实际 科学哲学 没有跟生命无关 或者数学哲学 形象好一点 形象最远 就这样这种东西 就已经足够以正确 它自己的价值 因为现在就是说得极端一点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们要承受一个 就是你们未必愿意承受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那个学科 只是得自足价值的话 你们会不会觉得 它只不过是一个兴趣 它跟高尔夫球 那些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我想这一节 我们讨论关于哲学价值 这个又很激烈 我想下一节 我们可能还要有些 再继续谈的机会 欢迎讨论关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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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第三节 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个很激烈的问题 就是大家觉得哲学的价值是什么 就算是中段休息 我们也讨论得很激烈 我记得阿全说 有些东西要追击诸民 好像说要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如果你说哲学 不用讲 就是正面 直接问他 你说如果哲学只是得自足价值 但哲学其实在大学是一个科目 而我觉得大学是要对公众负责的 是要回饋到社会的 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如果哲学只是得自足价值 我就会觉得除了很多东西都有自足价值 那你厨艺 你厨艺的知识 那也有自足价值 那你高尔夫球知识也有自足价值 那你高尔夫球知识也有自足价值 为什么不够大学呢 我觉得自足价值的内容不同 可以不同的 一个是球渣的自足价值 除了那些是享受的自足价值 有什么自足价值 例如他可以求真 又可以提升个人思维的能力 这些都是很高的自足价值 或者是这样说 求真和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 你猜IQ题也是这样 IQ题也是求一个真实的答案 你亦都提高你的思维能力 那为什么不可以放置 或者只是一个数读系 对 那为什么不可以放一个数读系 研究数读 他都做到你们所说的自足价值 那为什么不开过这么多读系 如果他的内容足够 是可以开到我 我会by the book 可以开一开 我首先有两点回应 第一点回应是 你说自足价值 虽然是 就是不能够供什么的价值 就是他本身有价值 他本身有价值 他本身有价值都可以区分 是啊 你拿厨艺那些是九五八八的 sorry 大学是关于真理的事 所以要关于真理的自足价值 那些知识 关于知识时才可以放进去 我先补充 珠民不九五八八的认识 那些是技艺 那些都是值得欣赏的 当然了 我也很喜欢吃东西的 没有价值 看不起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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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真理的范围很阔 如果你这么说 我们这里牵涉到大学应该如何 而不是哲学应该如何 而我们是想说 其实哲学的价值 究竟应该是 放在自足价值就足够 还是应该要加一些东西 就像康婷说的 可能和生命 或者回应生命里面 某些问题才够 我觉得我们应该的重点 放在这里 但是我想进一步问一下 除了这些自足价值 去证据哲学 我想问就是 我们不会觉得哲学应该是人人都去学 或者应该要普及化 不只是在大学里面 就是应该要推广出去 就像我们现在哲学有契经 OK 不如我说 好 我会觉得 你们可能会觉得 有些知识是人人都要懂的 例如急救 例如科学的知识 你不知道100度可以水滚 那会很大事 不止100度 不用知道 然后看高度 还有有没有下盐 那些 那些 这些很大事 因为我们生存不到 但是一般我们都会觉得 哲学你不懂 那不会生存不到 那为什么要普及之外呢 我会这样说的就是 哲学不懂 的确实不会死的 但是懂了 你会觉得更加好 所以我会觉得哲学 是有需要个个都懂的 很多东西都是 是的 我同意 这是大的跳跃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 一样东西对生命好 所以个个人都要懂 大大东西都是 大大东西都是 还有好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很需要讲清楚 是的 我会觉得就是智学 其实可以加入到很多社会的议题 例如 例如之前我们讲占宗 那我们经常都讲公民抗命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公民抗命 你如果连公民抗命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参加公民抗命的话 那正正是会教你的 但是这些不是智慧 为什么不是智慧 公民抗命不是智慧 公民抗命的正确是哪 那你的智慧就只是限于 论理有正义智慧 我觉得不是智慧 我觉得所以是 就是智慧的范围是有限的 我同意的 就是不是所有东西都一定要智慧的 但是我会觉得智慧里面 有很多的知识都值得普及的 那么这个范围或对方 就很视乎我们觉得哪些东西是需要的 但是我会觉得可能是的 就是可能限在道德 或者人生智慧 或者政治智慧 可能是的 甚至乎我加一句 我任时可以极端一点 就是说 你说读了之后 会令人觉得更加好 但是也有很多例子 读完之后 那一个人是智慧了 那一个人是智慧了 就是一个人转眼 那一个人是智慧了 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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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再智慧了 或者有没有试过 那些人说过也不知道 那些年轻人读存在主义 读到上了脑子 就会变成虚无主义者 他身体有没有感觉 存在主义 现在已经拔掉了 是的 不要紧了 潮流虽然不停地变 但是堕落的程度和模式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就是因为哲学而产生最人生的堕落 我的意思是说 你觉得读完哲学 就会令人更加好 其实也有很多反例 也很难一概而论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你学得不好就自然出反例 是的 你急救,学得不好也救死人 所以我勉强来说 我同意你 我觉得有些位 就是有些学科 或者有些讨论的东西 是需要普及的 装置学上 但是有些是不需要的 但是我个人上 我觉得 我不让Samson 在那里 这么温柔地去包 平时他的态度 好像更激烈 是的 就是 我记得Samson跟我说过 他觉得节奉 都未必很应该去推广 因为刚才的问题 我听过版本不是这样 我听过版本不是这样 是有害的 有害的 我都听过 不如说快一点 有害的 这本书是有害的 这本书是有害的 喂 不是 为什么拿了我的圣经 我是说有害 但是我是说 某一些哲学的内容 如果你强引要普及 是有害的 我不是说所有哲学 你要普及都有害 是有质的 所以不要批诺 特别举例 譬如是存在主义 普及就有害 一定可以 例如 清算子 我听到有些不同 譬如 Samson说存在主义 阿全又说 跟生命有关 或者伦理学的科 正正对立 是的 正正对立 反过来 可能Samson老中 觉得可以普及的是什么 例如思考方法 邏輯 这些应该要 或者是一些基本的 我觉得基本的伦理学 需要认识一下 这些不反对 可以的 可以的 我接受的 那是哪些应该要普及呢 但我会觉得 包括生命之学 包括政治之学 论理学 那哪些不应该普及呢 如果说实际一点 我觉得存在主义可以的 但是看一看怎么写的 我觉得可能是常常主义 或者刚才 其实这个位置 我又突然间变回 好像跟康婷有点近了 那些跟生命相对比较隔离 而又很复杂 那些人很难看得明白 甚至很容易误用的东西 例如之前有个什么 有本中文书 还是书皮 我忘了大概一个详细情况 就是引用creepy的说法 说那些中文 其实都是些什么 确定描述词 其实是他完全不懂 确定指示器 但是乱用 很多人读哲学 特别是读一些比较深的 那些 不限于欧六 英语也是 就是学了那种术语 然后以这个隐悔 或者间接 就当成高深 就是高深 但我有个疑问 其实会不会 反映我们的哲学普及做得不好 当然部分地是的 但我觉得是跟 激烈材料有影响的 就是有些内容是相对难普及 或者容易走火入魔 有些相对对它的需要性 是大一点 简单一点 容易一点做 例如像刚才阿全说的 但是我们说普及 就是说 会由淺入深 普及你不是一下子 就给他一些最深的 所以 这个现象就是事实 就是有不少文青 就用一些很有型的术语 去包装一些 他们自己赞成的常识 是 就是这些这样的 自己赞成的常识 所以就正确 还有一个 过往的毅文青 果然是 过来人过来人 哎呀 算了 但是我想问 等一下 我都想问 就是普及些什么 好像刚才已经比较明显些 觉得有一些 大家都同意是普及 那如何普及 有时我们觉得 介绍一些哲学的高深理论 就已经是普及 还是说我们的表达方式 要有趣一点 搞一些花神 这样的普及 怎样为止普及 我再说多两句 就是现象就是事实 就是有一些人会 会误用或者乱用 那些 误用就是事实 就是那些 现在我们 这个是这句来的 让我们继续讲一下 现在看到有些人 亂用的那些术语 但是 我们怎样解释它 是另一回事 就是我 反过来这样看 我反过来就是觉得 其实就是我们的哲学普及 做得不好 而且我们的 对了 没错 就是譬如我 那如何为止 叫做得好 好 做得好就是 它有门路 一步一步地走进去 而不是 什么都不懂 就懂中文 就拿一本 中译本 全在与虚无 全在与虚无 其实这个语教我是同意的 不过我会说 有些内容 它门槛是真的比较高的 你是很难普及的 那些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一定要普及的 那我也贊成 如果是一些 本身 是要认识了很多其他东西 才学的 那些根本就不应该 列入去普及的 不是的 其实不是 因为现在很多做普及的 你可能认识整个西方哲学 才认识的 但是人们很喜欢说 接普的时候都可以说 不是内容的问题 而是怎么做的问题 而我又知道 我们这几位主持 都在从事一个接普的工作 在网上 那你们又怎么看呢 接普应该是怎么做 以及怎么才做得好 我想 Samson的忧虑 其实不是完全不能消除的 我分几点说 第一点就是 他怕的是 那些人只懂得学了一堆术主 所以如果做接普 我个人也是这样做 或者我希望也是这样做 就是一定要说得明白 说得清楚 你不能够被理解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 我觉得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除了那些术语很艰心 要用人话说之外 Samson提到一个点就是说 要你明海德界 要知道很多背景 背景 历史背景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法就是 你做接普的时候 不应该只是挖众取宠 选择一些文青最喜欢听的东西 尝试尽量全面一点 多一点介绍不同的哲学家 去丰富他的知识 令到他可以贯容一点 全面一点理解他 那如果他譬如 他认识了Honda 认识了黑格尔 那可能认识了胡塞尔 那就理解海德界会好一点 如果他只是说海德界 但是他的期望 他的期望会不会太高 如果你们有自己的问题 我也觉得不会 外国那些很多介绍 那些书都是这样做的 就是我觉得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很老土的 我那个学习方法 就是要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由淺入深 要先预备这些知识 然后先学下一步 这样才会明白 所以譬如我们写文章 我们都会分难道理 预示给他们听 这些文章是难的 这些文章是浅的 这样令到他们 不要有个错的预想 以为这些很容易的 我不用认识任何西方哲学史 都看得懂的 我一看下去 就以为自己认识了海德界 如果我们告诉他 这个难度是高 其实他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要有背景知识 还有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某一些哲学的问题 其实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带出这一面 就是告诉大家 原来哲学不是那么高深 那么抽象的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都会找到的 就是例如很简单 就是你平时吃点饭 这些饭 例如有肉 其实我们真的吃这块肉 是不是道德 这个已经是一个哲学问题 所以我觉得要贴近一些生活 就是某一些哲学问题 所以我也同意 所以我也倾向寫文章 或者做摄谱的时候 是用问题做基因 因为其实哲学家是不重要的 就是海德界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 他用什么术语都不重要 他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他如何回应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用问题来做中心去做摄谱 而不是很厉害的 海德格 沙特 那就变成勾将宋派 那是没意思的 这种程序摄谨的方法 我相对地同意很多 我想今晚我们都谈了很多话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哲学是什么 就是通过我们的讨论 希望可以带给观众知道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哲学的价值是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希望观众回到这里 会自己思考 找到自己的答案 下一次最后有机器人再见